第十五章 小光爬树去 阿梅阿姨对小光很好 她常常拿一些糖果饼干给小光 所以小光喜欢到阿姨家玩 尤其是去爬她家停运前的那棵百年大树 那棵大树就好像是一个大房子 站在树下 茂密的树叶可以挡风 也可以遮雨 而风轻轻地吹过树叶时 阳光照的树叶发亮着 这画面很像童话书里的场景 而小光只会幻想 知己是树林中的小精灵 她会爬到树上 站在树干上 当风吹过她的身旁 小光举起双手 假装在飞的样子 虽然她有些害怕 但是却很像她飞到天上去找月婆婆的感觉 非常的自由自在 她也希望知己跟童话书中的精灵一样 有魔法可以去帮助人 大树爷爷 您今天好吗 站在大树下的小光问着 她看着金黄色的阳光 若隐若现地从茂密的绿叶中傻进来 今天好热 我带水来给您喝 小光把带来的水倒在大树干上 她微笑地伸手摸了摸树干 大树爷爷 我等一下要爬上去 您要保护我 不会掉下来好吗 小光求着 只见风吹着树枝和树叶摇晃着 好事在回答小光一样 小光爬到第一株离地面最近的树干 然后整个人倒掉 把双脚挂在树干上 头向着地面前后摇晃着 这样她就可以感觉在空中飞的感觉 她很紧张又兴奋地摇着 但是脚一会儿就拴了 于是她接连好几天 都趁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偷偷跑来练习 几天的练习后 她也越来越不怕了 今天小光决定表演给小雨和小天看 他们到了大树下 小光很快地爬到第一个 离地比较近的分树干 然后把整个人倒掉 双脚挂在树干上 头向着地面 双手握在胸前 前后摇晃着 小光啊 你是不是很喜欢当猴子 小天笑着 没有啊 倒掉的小光说着 嘟着嘴看着小天 没有 你这样跟猴子有什么差别 小天逗着小光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可以吗 小光不服气地说着 然后晃得更高了 我当然可以呀 但是我好难不跟女斗 小天骄傲地说着 少小光 你在干嘛 这样很危险 小雨担心地叫着 我没事啦 很好玩 哥哥 你一起来玩嘛 小光很知性地 边晃边说着 哎 你真的以为自己很厉害哦 我看不摔一次 你是不会停的 小天说着 你就是嫉妒我啦 我才不会 就在小光说话的时候 树干啪了一声裂开 小光整个头跟身体 往下栽在草皮上 啊 小光叫了一声 一旁的小雨 小天吓了一大跳地 看着跌下来的小光 小光 你没事吧 小雨紧张地过去 扶了小光问着 也检查了一下她的头 哦 还好 没什么外伤 小雨松了一口气 说着 那就说啊 你就爱逞强 小天说着 也走到小光身边 小光坐在地上 没有说话地看着他们 小光 你还好吗 你该不会 牛奶我震荡吧 小雨担心地看着小光 哦 我看他是摔傻了 小天说着 你太傻了 小光边站起来 边假装没事地说着 但心里觉得非常的丢脸 虽然头也些痛 可是又装出了一副没事的样子 然后他对着小雨说 哥哥 我没事 我先回去了 一说完就马上跑走了 小雨看着小天 嗯 他就爱逞强 小天有点担心地说着 要不是你击他 他也不会摇得那么大力 小雨顿着小天说着 他自己爱逞强我什么事啊 小天摊着双手说着 他最好没事 要不然你给我试试看 小雨瞪大眼睛 对着小天说着 小天也不甘示弱地说着 我是招谁惹谁了 要不然你们以后 不要来爬我家的树来 不要来就不来 谁稀罕 小雨说完 瞪了小天一眼 就走了 莫名其妙 两个都有病啦 小天生气地 边说边走回家 小光手抓着头 坐在客厅的木制沙发上 虽然头还痛着 但让他更难过的是 自己随便说大话 怎样 很痛哦 还假装不痛 小雨就近来说着 便拉起了小光的手 把手中的一个止痛的药膏 放在他手里 快插上 等一下就比较好了 小雨关爱地看着他 哥哥 谢谢 小光说着 便拿着药膏插着 哥哥 刚刚好丢脸 小光不好意思地 摸着脖子说着 还好是丢脸 不是丢性命 小雨摇着头 为什么要那么逞强 他有些生气地问着 我已经练习好几次了 都没有问题 小光不好意思地说着 什么 你自己去钓丹杠好几次了 小雨有点讶异地说着 你是真的想当猴子哦 不是猴子 是小鸟 小光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小鸟 有小鸟这样倒吊的飞吗 小雨逗着他 我只是要感觉一下飞的感觉 小光说着 然后闭起眼睛 那样轻轻地 自由自在地 在天空飞着 他边说边微笑着 有轻轻的吗 我看是很重吧 我没有想到你的脚那么有力 可是奇怪 为什么总是跑树人 小雨顽皮地斗着小光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最近才学会的 小光耸耸肩 你真的觉得我很厉害 他挑动着眉毛顽皮地问着 对啊 那双腿都把树干折断了 真厉害 小雨边点头边笑着 啊 对哦 我伤害了大树爷爷 小光感到很抱歉地说着 我等一下去跟他道歉 你 不要再去他的树上当小鸟飞 我想 他就会原谅你 小雨说着 也对 爸爸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要得到一件东西 而去伤害别人 小光点着头 然后认真地说着 我以后 不会再去倒掉了 还好 我很高兴你的头没有撞坏 还懂得明辨是非 小雨逗着小光 哥哥 你就是爱取笑我 小光嘟着嘴 不好意思地说着 小光灯 我以后 小光灯 小胯